7月11日,德云社高峰发文告状,让大伙帮忙看看,自己的徒弟是不是不爱理我,并配上了三张图片,图片中高峰发着语音,而徒弟却只是发着恩好行回复师傅。 为表达自己的委屈,高峰还在评论区评论了两次说话,看到高峰老师如此的可爱,不少网友也纷纷地安慰起高峰,表示年轻人就是这样,念得长语音一般都不喜欢听, 直接都是转文字,能有个回复就不错了,也有网友看热闹不怕是大表示,把是不是去掉,他就是不爱理你,直接摘字吧。 不得不说,高峰老师真是一个好师傅,半夜还不耐其烦给徒弟讲课,还是让这些徒弟们多跟大师兄学学,从上车到下车试试都替师傅考虑到了,难怪同样的徒弟却是不一样的待遇。 对于郎浩尘高峰老师也是非常的用心,郎浩尘参与了抖包袱大会这档节目的录制,为了让徒弟有好的表现,高峰在赶赴长春德云社演出的路上也不忘叮嘱他,两人的对话让观众感觉温馨。 不但如此,高峰还经常地带着徒弟们拜访老前辈,开阔徒弟们的眼界,就连郭老师也曾经在舞台上杂挂高峰,到哪都带着他的徒弟。 郭老师就曾说过,未曾做一先学做人,高峰老师也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自己的徒弟。 应该如何尊重老前辈老先生,也是在为徒弟们铺路,毕竟如果没有高峰老师带着,这些徒弟是没办法接触到这些老前辈,老前辈的一些经验就可以让这些徒弟们受益终身。